40岁的诺维茨基在破NBA记录,异于道破为何不找经纪人,伦纳德脸红凭借金基独立一大绝学成为NBA经典中经典的诺维茨基,如今40岁的他是在赌与独行侠前小牛队签下一份续约,这也是这位老将在一次打破科比创下的NBA记录,不过这一次也是他亲自签下,没有通过经纪人,而他的一席话,就让一众球员都汗言。 北京时间7月24号,联盟自由市场自从詹姆斯到了胡人,伦纳德被交易到猛龙等重大球员的确定而冷戴下来,但在今天也是出现一个令球迷暖心的消息,那就是独行侠今天官方宣布,与德克诺维茨基签订一份为71年价值500万美元的合同,先不说生涯总得分达历史第六,出场数也达到NBA历史第六等纪录, 这也是40岁的诺维茨基效力于独行侠前小牛第21年,这个记录是已经超越科比赛胡人20年的NBA记录,不过虽然是40岁,但是在上赛季中,诺维茨基也并不是一个闲人,场均是拿下12分5.7个版的高能数据, 所以说独行侠这500万美元的合同,也不仅仅是养老,但值得一说的是,这次整个续约的过程,都是只有诺维茨基和老板库班亲自交接讨论,没有经过像经纪人等任何人, 这个恐怕是在整个联盟中都是相当奇葩的行为,但在说到这个原因的时候,诺维茨基仅仅一句话就让众人佩服,他,说道, 我总是想成为一位真正和纯粹的篮球运动员,一点也不多,一点也不少,我热爱的仅仅是篮球,不得不说,老司机这个不找经纪人的原因,仅仅是不想让金钱侮辱了自己喜爱的篮球,但这个是很多人都无法做到的,特别是最近交易期,闹得沸沸扬扬的伦纳德事件, 虽然如今正式确认伦纳德离开马次被交易到猛龙队,但因为合同和金钱的问题,伦纳德舅舅的经纪人是让整个联盟都反感,而可能听到老司机这句话,恐怕一直木讷的伦纳德也会惭愧吧,金鸡独立的老司机,不仅是一代人的回忆,也是如今看一年少一年啊,且行且珍惜吧。 感谢观看